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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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很擔心就是說 在志工照顧上面會因為他一些情緒上面的一些突發狀況 而沒有辦法去維持一個比較好的照顧的一個品質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有時候在聚會的當中 經常會跑出來看一下這樣子 比較大的問題就是他有情緒障礙 那我會擔心他如果我不在的時候他遇到一些突發狀況 他會容易有很大的情緒波動 對然後擔心有這樣子的情形發生 後來真的是比較放心 甚至是完全就是放手 照顧小孩子的這個志工呢我們也跟他討論 有哪些在零託上面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項目 討論以後有準備了一個類似這樣清單的這種東西 只是沒有想到是說我們的這個照顧的志工 他真的也能夠按照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然後持續地專注在這個孩子的身上 那這個讓父母在委託零託的時候 其實他有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放心 那這個我覺得他就達到了一個能夠真正喘息的目的 在天子戲遇到志工就是很快就可以掌握到我小孩也喜歡什麼 然後很快把它就是抽離到他等一下要跟爸爸媽媽分開的那個情緒裡面 就是他的這個方式讓我覺得他很棒耶 他都是有在關心到我小孩的一些那個心理層面啊細節的部分這樣子 同工會去觀察我的小孩並且去了解說他的需要 而且是不只只有一個志工照顧 而是以團隊的模式來去照顧 然後當我要去接我的小孩的時候 志工也會把當天他在遊樂室所發生的一些情形來告訴我 並且跟家長有一個很好的了解跟互動 對 所以我會比較放心 像這樣的活動就是在其他的場合 其實我好像沒有什麼印象有 這樣的親子都可以同時參加個別需求的一個活動 那我覺得天子星在這塊上面辦的一直蠻好的 而且持續在做這件事情 我蠻鼓勵就是說沒有參加過的人可以一起來 大人可以衝衝電小朋友也可以有不同的刺激這樣子 覺得在這裡得到很大的支持 那我也希望就是他們就是像我一樣就是 來到這個一個就是很有支持跟愛的環境 我都會鼓勵家長給自己一個喘息的機會 藉由同儕的一個力量去激勵自己或者是去鼓勵自己 甚至你也可以去釋放自己 沒有說一定你要做什麼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同時也可以讓你的孩子呢 能夠得到一些不同的環境的一些刺激 就是我還蠻推薦 就是在家裡單打胡鬥的那些爸爸媽媽們 然後來參加天子星的活動 那這邊就是有很多的志工可以協助我們 包括我們的手足也可以得以照顧 在天明上面有一些成長 歡迎你們就是一起過來跟我們就是參加這樣的活動